这些年从TVP离开的艺人不计其数 要说混得最好的 蛇诗曼和陈法拉都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前者靠着沿洗攻略在内地怒刷存在感 还因此受到于正青睐 搭档黄晓明出任男女主角 算是港女在内地站稳脚跟的有力凭证 陈法拉这几年间虽然没有作品在港面试 但却在美国进修之际成功打开了国外市场 先是自编自导了短片人来人往 并于新单司电影节香港短片比赛中 成为九部得奖短片之一 近日又参与拍摄了HBL出品的全新迷你剧 Centroian 据悉这套六集连续剧讲述的是 妮可基的曼是个生活美满的治疗师 不仅有个好丈夫 还有个很乖很听话的儿子 可是在他首本著作退出之前 老公却突然失踪 接踵而来的冲击 让他仿黄无助 而陈法拉饰演的Joyne 则是整部剧的关键人物 足足占有四级戏份 能够冲向国际 这对亚洲演员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 更何况陈法拉这些年独自在外打拼 更是艰辛不易 虽然早年在TVP拍剧时 她的演技备受诟病 尤其是前行狙击中 讲述自己害怕开枪的经历时 居然一滴眼泪都哭不出来 之后又因为饰演何年希 而被吐槽成一个人 毁了一部剧 然而就是在这番 巨大的质疑声中 陈法拉却依靠自己的能力 顺利从著名学院 Julia School毕业 期间还一度反港 参演了与黄子华搭档的舞台剧 《前渡》 用实际行动反击了 自己不会演技的谬论 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番 事实上作为2005年 国际华裔小姐的亚军 陈法拉入行以来 也是起伏不定 签约TVP初期 他并没有得到重视 先是被安排出演 法政先锋中北谷一角 后又接连在 武动全城 师奶兵团 金石良元中作 小三拜金女的反面人设 直到2008年 唐新风暴播出后 他才逐渐扭转 外界对齐的印象 不过 人气急升的同时 他与前夫薛世衡的关系 也在薛家长辈的葬礼上 被曝光 这时大家才知道 他们两人 早就与美国秘密结婚 原本嫁入豪门 就代表着 吃穿不愁 可陈法拉 却有心在事业上再发力 所以趁着 蛇诗曼离朝之际 他尽全力做好 各方面的关系 果然得到 乐意林青睐 虽然在与胡信尔 争夺事后期间 最终败北 但却增加了 续约受宠的法码 2013年在拍完 冲上云霄2 法外风云 两部大制作聚集后 他便转头终身旗下 开始了国际修学之旅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四年的努力 现在的陈法拉 俨然更具魅力 不但结交了 外交官男友 还在美国 拿到了片约 尽管这对于想念 他的国内观众而言 惊喜程度 要低很多 但是距离他进军 美国电影节 却迈进了一大步 希望通过 这次小萤幕的触电 能够让美国影视界的导演们 看到他的实力 也祝福陈法拉 从此展示翱翔 在好莱坞 占有一席之地 这次小萤幕的影响